我们的课是这样子安排 前面的话 我们前面的话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后个礼拜的话 同学们只上三堂课 所以接下来两个礼拜的话 我们前面会有十分钟的静坐 那么之后的话 我就会进行上班部分的讲解 那么中间会有一段 就是休息的时间 那么各位同学要方便的就去方便 那么过后的话 我们就下半步 那么 那么就 间中的话 同学有问题的话 就留着到后面 因为录影的关系 所以 不然怕一般会被干扰到 所以有问题的话 你先把它记录起来 那等到后面 我们留一段时间 给同学们发问 那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 那么这边有 开始的时候的话 我还没上课之前 我们几件事情先交代一下 就是上完了三堂课之后 接下来的十五堂课 同学们就通过这个上网 去YouTube那边去听 那么在我们学会会通知各位同学 或者是说 你自己本身 你就可以打那个关键词 知道什么关键词吗 就是打 打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法良 要不然就打学会 英文的也可以 你打了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上到我们的网站 那事实上 如果同学有注意的话 基本上就是 事实上我已经放了13个上去了 就是之前我已经把 我在很多年讲的一些课 已经是整理了 那么放上网 所以如果你们之前没有听的话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把之前的那 总共有13个把它听完 那么整个趋势是这样子 整个趋势的话 就 我 本来我是 之前只是录着 没有想说要做什么 可是发现到说 整个趋势这样都走下来的话 这一步必须要跨出去 就是必须要把这种 在网站的这种红法的工作的话 必须不能够再拖了 刚好就碰到这个疫情的话 就促成了这个因缘 所以现在变成就是我们的道场的话 除了海印这个地方 在红化之外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在云端了 所以在云端的这种红法 那么我们云端的红法的话 同学们也要帮忙庄严道场 就是你上完 你去看了之后的话 要去点击 帮忙点击 让那个点击率多一点点 那么还有就是去订阅 因为不然太难看太少 明白吗 这个这个是这个是门面来的 所以那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话 那跟我们的网站放在一起 那以后我相信整个红化工作的话呢 缺不了这一块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下来的话 会是怎么样子 所以我们都一直逐步在 做这样子的一种调整 那么所以这个是就这样子 那么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话 实际上去年一整年的话 我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其中的一个呢 就是把这本书重新整理了 所以我是想说同学们 一个人拿一本回去 它跟之前的不太一样 跟之前的不太一样 之前的有点 有点就是 毕竟是九年前的东西 那么当时的话呢 是有点 有点仓促 那么在整个疫情下来之后的话呢 就经过了一番的沉淀之后的话 就把它重新整理出来 就是里面的话呢 就把一些重点的部分的话呢 就写得更加的清楚 那么把一些多余的部分的话呢 就把它删除掉了 所以事实上是调整 更加的完整的 从某个角度上来讲 它是更加的完整 所以它跟之前的那一本的 那个差别是蛮大的 当然如果你是从 从它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章节方面的话 那是没有多大的这个调整 不过在完整性方面的话 它的差别是蛮大 那毕竟那个是 那本是在九年前写的东西 所以 所以这一次经过这样的 整理了之后的话呢 是更加的这个完整 所以同学不够的话 楼下还有 就拿回去翻一翻 我在找看什么时候 有机会的话呢 我可能会重讲这个部分 就更加的清楚了 那么 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我们的这个调整这方面的 有吗 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讲课了 这个疫情下来 去年一整年的话呢 我们都很多活动都暂停 那么在这段时间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 残门公案 把它整理完成了 只是 现在就还没有办法 还没有办法印给大家 可是基本上它的内容 都已经是写完成了了 那还差那个片排的 那个部分而已 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那么我个人在教方面的话呢 如果我是不做出这样子的调整 可能也没有办法教 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安排 所以我只能够说 借着就是 这样子的一种调整 那么我把这个残门公案 的这个内容呢 把它编成就是 是三十六堂课 上半年跟下半年 所以同学们这一轮听了 三半年之后的话呢 下半年也是就会 基本上就是两本书啦 两本书 那么 之前你们听过的都 不是那么的 这个完整 那么这一轮下来之后的话呢 算是 很完整的一个编排 那么 这两本书 这两本书 《残门公案》里面这两本书 你们从它的封面里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们手上的这个讲义 这个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黑白 事实上 如果你们真正拿到这两本书的话呢 它一个是白天 一个是晚上 那么白天呢 就是那个大太阳 晚上的就是这个 小月亮 大跟小 那么 这是它的 上册跟下册的这个构图 那么 白天呈现的是什么呢 白天呈现的就是 白天呈现的就是白天 那晚上的那个月亮呢 就是要跟你讲晚上 那整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不论白天或晚上 都走在什么呢 都走在这个平常心四道上面 所以它的构思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构思的话呢 处置哪里呢 就处置于这个 马祖大师 他临终之前 留下来的一个残疾 就是日面佛 月面佛 那我就把它的这个残疾的话呢 把它设计成 这两本书的封面 所以它有这样子的意思 那么 在写这个 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的话呢 如果单单只是讲公案的话呢 它就欠缺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怎么做呢 我就 我就花了 花了时间呢 把这个禅宗的历史 稍微做了一点点的整理 因为如果 如果没有讲历史的话呢 那直接讲公案 那就 那你就 它的那个收 它的那个 当你在听的那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你就 那个差别是很大的 那如果把那个历史讲完了之后 你才知道说 为什么这个 这个 禅宗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展现 这个禅法的一种方式 乃至于说它到后面 为什么会演变出 到了后面禅宗是蛮复杂的 那 所以这个历史的这个部分呢 是蛮重要的 那么我之前 我们之前都没有讲到那么细 可是因为在编写这本书呢 我就把很多相关的内容呢 都把它放进去了 所以算是一个 蛮完整的一个 蛮完整 可是它又是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我希望说今天的话呢 能够把它的这个内容的话 能够给大家讲清楚 那么 今天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将会包括什么呢 就是我在同学手上的这个讲义 它 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会讲什么是禅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会介绍禅宗的五个阶段 就是禅宗 它在形成禅宗的这个酝酿期 还有形成期 还有信圣期 那么还有一个演化期 还有之后到禅宗后面的话呢 它是进入一个没落期 所以它有这五个阶段 那你们的讲义里面 可能还没有写进去 不过没关系 因为之后的话呢 当重新整理出来之后的话呢 你们手上拿的 就拿到的书本 或者是我们放上网的 我们就把它打出来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我都一直在调整 所以到时候的话呢 同学们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我会讲 简单的讲 什么叫做文字禅 我们之前都讲过了 只是说这次的话呢 就希望这一次 会把它讲得稍微清楚一点点 会讲什么叫做文字禅 还有就是话头禅 那么还有就是禅宗后期 进入的一种 就是禅境双修的一种 一种一种教导 那么之后的话呢 我们会讲这个禅机 什么叫禅机 禅机跟公案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每次讲公案 那禅机为什么讲 为什么讲禅宗要讲公案 那么讲禅宗不讲公案可以吗 这些问题我都会去碰 都会去碰 那么还有就是 禅宗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逼渣 就很多人对禅宗 禅宗很有兴趣 就是因为禅宗这个逼渣的部分 因为它很震撼 那我会花一点时间来交代 为什么它要这样子 那么到后面的话呢 一个部分就是 我会讲 这个逼渣 为什么它要这样子做 就是在禅宗里面这个逼渣的作用是什么 所以大概就是内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来看禅宗 禅这个意思的话呢 基本上禅就是禅挪 禅纳或者禅挪 因为这个是英语的 所以我们也不用在意它怎么念 因为如果你说你真正你要知道它怎么念的话呢 你要回到什么 你要回到原始的巴黎文 就是什么 就是jana 你用中文的话 你怎么念都不准 禅纳也不准 禅挪也不准 所以如果你说你要稍微准一点点的话 那就是jana 这个就是早期巴黎文的念法 那如果是梵文的话 那就dana 所以它有两个音 梵文跟巴黎文是有一点点的差别 那么早期的所谓的禅指的是什么 早期的禅指的就是禅定 禅定就是所谓禅定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普通人修静打静打坐的话呢 如果能够拿到一点点 能够取到一点点清安 基本上都是在玉界里面 所以基本上那些都不算禅定 禅定是要进入到什么呢 要进入到初禅二禅 三禅四禅 这些色界的定才称之为禅定 所以禅定早期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所以早期早在这个 因为禅中只有汉传佛教在讲 那可是如果你说你在南传佛教的 南传的这些 南传佛教的一些国家 当他一讲到禅的话呢 他指的是什么 一定就是禅定 所以你不要说你去到泰国去到缅甸 跟人家争那个禅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得争 因为在它的定位方面呢 是因为佛法传到这个中国之后的话呢 他做出了调整 所以才有所谓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禅中 要不然如果讲到禅的话呢 就是禅定 就是色界的四种定 就是那么这世界的这四种定的话呢 当然在因为它在这个 在印度里面本身就有所谓的这种 天的那种就是有这个人间有人 那天上的话呢有天人 那天是什么天呢 在世界里面就有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那佛教呢 就吸收了这样子的一种思想 他就跟你讲 这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人的心境 是什么心境 就是你通过路定之后的话 你的心境跟他们的心境就一样 所以这个不是佛教的讲法 这个是印度本身早期就有这样子的讲法了 所以这种禅定呢 是通其他的印度的一些教派的 所以它不一定是佛教才讲禅定 不是的 因为印度的修行人多不多 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我们在 这个是一个 就是在经典里面有讲到 所以有九十六种外道 九十六种外道 那么它基本上是以修什么为主呢 就是修定为主 所以这种禅定的这种思想的话呢 也是 就是源自于印度当时的这种教派 那当然佛教吸收了之后的话呢 它就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讲到在现实生活里面 你录的这个定 就是初禅天 你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拥有这个身体 你进入那个定 对不对 就是天上人的心境 它把它串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是佛教的讲法 这是佛教的讲法 那么在原始佛教里面的话 当一讲到修行 在早期里面 包括我们佛教里面很多的这些经典都好 当一讲到解脱的话呢 一般上很多资料都是讲什么呢 都是讲具解脱 包括释迦摩尼佛也是一样 我们看释迦摩尼佛传 里面讲到释迦摩尼佛还没有出家修行之前 他都是修什么 他都是修 释迦摩尼佛还没有出 对不起 还没有这个涅槃之前的话呢 他修的就是定 他就是修那个社界的定 跟修无社界的定 就是修非常深的定 所以在经典里面 佛教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些修行的话呢 很多时候都是离不开这些生定 那当然佛教里面也有一个部分呢 是在讲什么呢 是在讲会解脱的这个部分的 有不是没有也是有 只是当我们在读这些经典的时候的话呢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部分跟它混在一起之后的话呢 如果把具解脱跟会解脱 你跟它混在一起 那你就不知道说 这个 为什么这个 佛教会慢慢演变到后面 演变到后面有所谓的这种 比如说传到这个 汉传佛教传到中国之后的话呢 有所谓的这个禅宗出现 那事实上禅宗是什么 禅宗呢就是会解脱的思路来的 它不是拒绝脱的思路 那在很有趣的是什么呢 很有趣的是经典里面讲到的很多的修行的一些境界方面呢 它很特别强调那些禅定的那个部分 可是呢在 很少看到这样子 所以变成我们在理解禅宗的时候的话呢 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来作为参考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到说 我就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个很好的理解 所以这个是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部分呢 因为当佛法传到中国之后的话呢 这个禅定 你看这个慧能大师他对禅定怎么定义呢 他讲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 这个跟我们之前讲 我刚才讲那个禅定一样嘛 已经不一样了 他事实上已经不一样了 他已经从什么 这个是从什么角度呢 这个是从慧解脱的思路上来谈的 就是他的 他不是处在一种说我进入深定的一种角度 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那后面他还有一个部分呢 六祖坛经里面还有讲到什么呢 什么叫做禅 就是外与一切善恶境界 心念不起名为做 内见自信不动名为禅 所以禅定 他的解析已经不一样了 那做禅的话呢 也多了另外一个解析了 他反而很注重什么呢 注重内在的这个自信不动 那个就是禅 所以 所以基本上这个禅这个字眼到了六祖 慧能大师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已经重新把它定义了 重新把它定义 就是这个禅的这个字眼的话呢 已经是不一样了 已经不是指禅定了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我们要回来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这样子讲的话呢 那么这个禅宗就是 就是因为六祖慧能的时候的话呢 就叫做禅宗 是不是这样子讲呢 那事实上也不是 也不是 真正在慧能大师的时候的话呢 禅宗这个字眼还没有出现 禅宗呢 虽然是在唐朝的时候 可是在当时的话呢 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中门 中 中门 就是禅宗的中 中门或者是中下 中门或者是中下 或者是中门或者是中下 是称为中 他不是用禅 他是中 是用中不是用禅 那么 这个在谈经里面 慧能大师有讲 他讲什么呢 他讲无念为中 那当然里面还有一些 一个 在马祖 马祖的这个语录里面 他有讲 他就讲到说这个 心为中 无门为法门 这些都是一些证明 说当时在这个唐朝的时候的话呢 禅宗还不叫禅宗 那什么时候才叫禅宗呢 那我找了一些资料 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在南宋的时候 南宋的时候的话 那就是有一个 就是当时的那个皇帝 就问南宋的一个出家人 那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他就解析 什么叫禅宗的 就是对这个禅定义的时候的话呢 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定义了之后的话呢 那后面才把禅宗称为禅宗 那么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就是这个禅宗的五个阶段 事实上在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禅宗的话 就是从这个佛教史 那当然我们不讲佛教史 因为整个范围太长 我的重点还是放在禅宗 那么我就把它分成五个阶段 那么我的分法跟其他的一些学者的分法呢 是不太一样的分法 我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种思考之后的话呢 我认为 当然主要的点是因为我要去写公案 那么当我把这个公案去分类了之后的话呢 我发现到说只有一个阶段的公案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 这个在禅宗的 在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到后面有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文字禅 还有出现了话头禅 还有出现了禅经双修 那么这些部分的话呢 跟早期的公案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它 可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子来分类的话呢 我们来看这些公案的话 那你会发现 你所看到的这些公案的话 它就变得很乱 那如果你经过 经过我的这样子的一种分类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到整个脉络 能够清晰的看到整个脉络 那我怎么分呢 我基本上这五个阶段里面 我刚才讲了 第一个阶段 温量期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这个 达摩祖师到洪忍大师这个阶段 这个就是酝酿期 就是达摩祖师算是初祖 那么到二祖 慧可三祖生参 四祖道姓 五祖洪忍 到这个阶段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呢 就是禅宗的酝酿期 那么 禅宗形成是在什么时候呢 形成的时候呢 就是在六祖之后 就是六祖 六祖跟谁呢 六祖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当我们讲公案的时候的话 当我们讲我们六祖坛经 我们读过对不对 你去看 你看六祖坛经里面 它有一个机缘品里面 里面就很多公案了 那这些都是有的对比的 有的对比的 那我呢 我就把六祖慧能 跟他门下四十三个弟子 把它当成是第二个阶段 那个就是行程期 就是禅宗的话呢 这个阶段 就是因为慧能大师的关系 所以他就行程 就是在前面是酝酿 那么慧能大师跟这个清元大师 跟这个他弟子 下面四十三个弟子的话呢 这个阶段的话 就称之为行程期 那么这个阶段的话呢 很短 就是两代人而已 两代人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禅宗的信圣期 禅宗的信圣期 主要在哪里呢 主要就是在马祖 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六祖他传到这个清元行诗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南岳淮让 那南岳淮让呢 他门下呢就出了一个 就出了这个马祖道义 清元行诗呢 就出了一个石头西迁 就这两个 这两个对后期禅宗 影响非常大的这个禅师 那么 这两个 就是从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从这个 这个 马祖 马祖道义 跟那个石头西迁呢 到什么时候呢 到五家行程的时候 我们知道禅宗 禅宗到后面的话呢 他形成了五个宗派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形成哪五家呢 就是 灵济 为阳 法眼 云门 草洞 就是形成这五宗 那么 第三个 第三个信圣期呢 就是马祖 他传 马祖跟石头呢 他们下面 他们把这个法 他传下来之后的话呢 到这五家行程的 这个阶段 这第三个阶段呢 就称之为 行程期 那么这三个 第三个阶段的话呢 大概时间多久呢 大概两百年 那这两百年的话呢 很重要 就是说 我把这两百年 年里面的这些 相关的这些 比较重要的一些公案 我把它整理了 完成了之后的话呢 我发现到 里面的这些公案 都有一个 共同的一些特性在里面 那这段公案的话呢 这个就是 我们早期在讲的 大部分都是在 这个阶段里面的 所以这个就是在 唐朝 那两百年的 那个时间段 那么 第四个阶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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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化期 就是在 武家 有了这个武家之后的话呢 后面又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 就多了两个 灵纪里面又开出 黄龙跟阳旗 他就变成武家七宗 武家 就多了两个宗派 所以他 不是武宗 他不是武宗 他还有什么 他 前面这个是武家了 他变成武家 那多两个之后的话 他变成七宗 所以禅宗基本上呢 到后面的话呢 都讲什么呢 就讲武家七宗 就是到后面 他是七个 七个派 武家七宗 那么 这武家七宗里面 这武家七宗的话呢 就是 这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的话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时间段 就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 唐朝 后来进入到宋朝 那么 在 唐朝 进入到宋朝的 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有一个阶段 就是五代十国的阶段 就是五代十国的阶段 这五代十国多少年呢 这五代十国呢 有差不多五十三年 这差不多有五十三年 那么一般上人家都很忽略了 很对这个五代十国都不太 很少人去把它当成是一个 因为从整个历史的脉络上来看的话 算千年的这个历史来讲的话呢 这五十三年太短了 那么很多人在讲到历史的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直接唐宋元明清就跳过去了 就很少你会听说人家 如果你在背这种中国历史的时候的话 你会很少被唐五代十国送元明清 这样子来背 唐直接就送元明清 这样就跟他背过去了 那因为这个五代十国的这个 时间段非常的短 就是五十三年 我们刚才讲了 那么我个人呢 我在做这些这方面的这个研究的时候的话呢 为什么我会认为做这五十三年 对禅宗的影响很大 那其中的一个 主要是你从他的公案上来看 当我们早看到那种早期的那些 唐朝的那些就是马祖跟石头 那一个阶段的那些公案 甚至到后来那个黄埔啦 那个黄埔禅师 灵际禅师那边的 还有就是洞山的这些公案 早期的那个公案 跟你到了后面的公案 你会发现那个差别是非常的大的 如果你去研究的话 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子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在 在这个 我把它 我把这个禅宗的这个信圣期 这些公案 我都称之为 疾风 疾风都是比较凌厉 非常的这种 就是 它都是很 它 比如说我们如果我们讲一些 讲 当它进入到文字禅的时候的话 那它 我们曾经给同学看过一些文字禅的 就是它变成是一些诗句了 变成一些诗句了 那么第四阶段的话呢 它就是什么 第四阶段的 它就是 演化期里面的话呢 它就很多是什么呢 很多都是 尤其进入到宋朝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文人开始学禅了 所以当文人开始学禅的时候的话呢 那个禅风就不一样了 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一下 讲一下这个 这个文字禅 讲这个文字禅 那么 所以 第四阶段的话呢 这个 演化期 演化期的话呢 它基本上就是从五代十国到南宋 那 就是 从五个中派 变成七个中派 那这段时间的话呢 很久 经过了 差不多什么呢 差不多三百多年 三百七十多年 那 因为我们的这个 公案的选 选择方面的话呢 主要都是 比较偏重在这个 禅宗的信圣期 就是在那两百年里面 所以后面的这些 在这个 进入到宋朝后面的那些公案的话 那我们就 没有不会去用了 所以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这两本书的时候的话呢 你 应该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里面基本上 它就是 属于 只是在五家这个范围里面的公案而已 它不会 到后面那个 这个 王龙還有就是 杨琪这两派 不会进来 那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 禅宗 当禅宗 当禅宗讲这个 我们要举一个例子 我们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 马祖 马祖 在马祖身上很多很灵力的一些疾风 比如说 其中的一个呢就是 他跟隐风禅室在一起 对不对 这个我们 后面我们会讲的细节 可是因为他就 跟隐风禅室在一起的时候的话 他就 皮脂相避来避去 避到一个阶段之后的话 他就 隐风禅室就用车子 把那个马祖大师的脚碾上了 这是直接的身体上受伤害的 那么这一类的公案的话呢 这一类的公案的话呢 在文字禅里面 在那个宋朝的话呢 是看不到了 那已经不会有这些 这一类的东西出现了 所以 这个就是在 当这个禅宗在兴盛期的时候的话呢 他所展现出来的那些禅风的话呢 是不一样的 那 我们来 我们来谈一下 我们来谈一下说这个 文字禅 文字禅怎么出现 那这个文字禅的出现的话呢 跟什么有关系 就是 在 姓圣期 第三阶段 这个禅宗的姓圣期的时候的话呢 禅宗的姓圣期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 马祖身边处了143个得法的弟子 这多不多 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就是 你一个人下 一个师父下面出现了那么多的人才的话 那么 基本上他整个 整个那种修情的风气呢 基本上就是被带动起来 所以 马祖大师对这个禅宗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你从这一点你就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迹象了 那么 当然他刚好就是什么呢 刚好就是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段 马祖大师是在哪里呢 马祖大师是在江西 那么在同一个阶段的 另外一个出家人呢 就是石头西迁 他在哪里 他在湖南 他们这两个人是有 有奄缘的 就是马祖的师父呢 是南越怀让 那么这个石头西迁呢 曾经来找过南越怀让 跟他参学过一段时间 所以他们算是曾经 他的师父就 就是从今拜过同一个师父的 所以算是有点奄缘 可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呢 他们两个人没有见过面 很有趣的 就是可能就是说 马祖可能离开了南越怀让之后的话 石头才去到南越怀让那边 可能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石头西迁去清静南越怀让的时间 不是很长 所以可是他们两个人呢 就是到后来等到这个石头西迁他回去湖南的时候 那么马祖大师呢就在江西了 那就一个人在一个地方 所以一个在江西 一个在湖南 他就变成什么 就是日后的 我们禅宗里面所讲的 这个走江湖 就是因为从江西到湖南 江西到湖南 所以江湖 就是这样子形成的 江湖就是这样子出来的 那么 那么当在这个禅宗的 信圣期的这些 这个就是顿教里面 一个非常 一个它的季风很锋利的这个阶段 那么它的这些季风的话呢 它需要什么呢 它的东西是非常灵活的 那么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 想象成是两个修行人 一个在江西 一个在湖南 那么 这边这个禅师 他就把他的弟子派到这边去 那边就把那个弟子送到这边来 所以送来送去 送来送去 这样子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他们就一直在教导 不管是不是我的弟子 总之他一来到你身边你就教导 那离开了之后的话 他又去另外一边一个师父那边 所以这两个 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里面的话呢 这个跑江湖 在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气里面 它带动了之后的话呢 这个修行的这个风潮的话呢 它是修行的这个氛围 就是在跑江湖这样子的一个基础里面的话 它被带动起来 那么里面有个关键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禅宗的很多东西 你们会不会感觉到一点怪怪 好像怎么不懂他在讲什么这样子 那么他会怪是因为什么 他事实上是因为什么 因为有些部分是文字能够记载的 他已经记载下来的 那有些部分的话呢 是文字没有记载的那怎么办 文字没有记载的部分怎么办 文字没有记载的部分就是什么 就是口传的部分 口传的部分 那口传的部分的话呢 我想请问你 任何的一个专业都好 是不是都能够用文字 就把它所有的这个东西都记载下来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医生 你出一本书叫人家怎么做医生 可以吗 可以吗 不然你是说 你是一个你这个 你学会计的 你就出一本书叫人家怎么做会计 可以吗 你就把它写得清清楚楚 在书本里面 可以吗 不然你说 你说你是一个 你画画的 你出一本书 写得清清楚楚楚 叫人家怎么画画 可以吗 可以吗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你去 你去 你现在找老师 现在找老师简单吗 现在找老师太简单了 你上网 不用钱了 你付了除了你付那个 那个 你付了那个网的那个 那个月之外 那个合月之外 那其他的老师多不多啊 那 那么多老师 所以你是不是很快就成就 你还需要去上学校吗 不用啊 是不是 一大堆 你可以做医生 今天做医生 明天当会计师 那后天你可以很多专业 不然你可以当画家 你可以当作家 好像是这样的 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不是的 你还需要什么 你需要老师在身边 对不对 那老师会跟你讲 因为你这个过程当中 实习重要不重要 重要 那实习的那部分的话呢 很多东西都是什么 锁锁碎碎的 对不对 你现在问我 这幅画怎么画 我可以跟你讲的一百遍 你不会画就是不会画 那你要怎么样的情况底下 你才有办法把它画出来 你要去画 画完之后呢 撕掉 撕掉了呢 又在画 画了之后呢 又在撕掉 不然就烧掉 不然就丢掉了 对不对 如果你不舍不得丢掉 不舍得烧掉的话 你认为那些 可以看吗 一个画家能够成就 他要撕掉多少幅画 一个书法家要撕到多少的 他写的那个文字 舍不得丢 舍不得撕 那么他的文字会成就吗 那不会的 我讲这个 我要写那个残门公案 改了多少遍 你们知道吗 我也忘记我改了多少遍 改了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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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明天要映成书 今天想想好像不太对 有点问题 又再改 你们的讲义 已经算是最后一分钟了 给了你之后的话呢 不行了 又有新的东西出来了 又再改 那到你们手上的 还不是最迟的部分 一轮又一轮 一轮又一轮 这样子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说 我写了一本书之后的话呢 就跟你讲说怎么做 你就会有办法做出来的 不是这样子 那么修行的东西呢 是不是也一样 也是同样的道理来的 不是我要把 跟你讲怎么修 写在书本清临楚楚 你照着去修 你就会有成就了 不可能的 很多都是什么 很多都是所所随随 所所随随的东西 所所随随的这些资料 如果把它放在书本里面的话 我跟你讲 这本书没有人要看 是没有人要看的 那么禅宗 要去成就这些禅和子的话呢 也是一样 能够写下来的 就已经写下来的 那么还有一个部分的话呢 他就经过什么 就是徒弟在师父身边 你碰到了这个 就跟他讲一下 这个部分讲一下 要不然就打一下 要不然就骂一下 尤其禅宗 禅宗的话 那就比较 跟其他的宗派 比较不太一样 那个棒跟贺 任何时候的话 那就会出现 我选的蛮多 这一类的公案 搜集在这两本书里面 所以当 当这个 我们刚才讲 因为有了走江湖的时代 禅儿子从江西到湖南 从湖南到江西 所以禅儿子这样来来去去 这个过程中这样子学了很多 我现在跟你讲说 你们不可以乱跑 不可以乱跑 在江西的就在江西 湖南就在湖南 不可以跑来跑去 我问你 他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结果 一样吗 不一样 那什么 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跟他们讲 不可以乱跑呢 为什么不可以乱跑 当然不是 没有人去阻止他们 叫他们不要乱跑 而是因为 53年的战乱 五代十国 就是53 什么叫五代十国 就是中国在这个 进入到唐朝后面的话 就是进入个动荡期 就是五个朝代 就是53年里面五个朝代 那这五个朝代里面的话 好像像中国这样子 中国有几个国现在 现在中国有几个国 勉强我们要讲 就是 勉强现在要讲这两个 就是中国跟台湾两个 对不对 对不对 勉强要讲这讲这样子 两个 那可是 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呢 是有几个 十个国 这里面乱不乱 很乱 所以这53年的 这个53年的 这个 里面的话呢 这个 改变朝代是什么意思 换皇帝 对不对 那换皇帝乱不乱 完了了 那你敢随便乱跑吗 你都不敢随便乱跑 尤其出家人 你这东跑去跑 已经不可以了 所以这53年里面 这样子的一个 动荡的话 那就造成什么呢 就出家人 就不敢乱跑 他不敢乱跑了之后的话 你要学你怎么学 你怎么学 那个 那么你知道禅宗 到了后面 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禅宗 我们刚才讲了 禅宗会让人家 感觉到怪怪 对不对 棒拿起来就打 要不然就是喝 要不然就是喊 怪怪这种东西 对不对 那事实上他这些 有没有作用的 他有作用的 他有他的一些 作用在里面的 可是 那么他的作用是什么 他的作用就是 我们曾经讲过 有一个禅室不是 人家问他 问他什么佛法的话 那他就举止一只手指 一只手指 对不对 什么是这个 一般上惯用的就是 什么是祖师希来意 那你现在学 你就学这样子就好了 那你会了没有 你会了 你会了吗 什么是祖师希来意 你就学 你会了吗 你会了 那我怎么知道 你是会还是不会 我的棒拿起来 打下去 我就知道你会还是不会 因为你会 有会的反应 你不会就会 有不会的反应 所以那个棒的作用 好不好 那棒的作用就是这样子 他能够起这种祖赫 那种搞古搞怪的一些修行人 那有些时候不是修行人本身要搞古搞怪 而是他捕捉到的信息是什么 禅宗就是怪怪的 怪怪的就是禅宗 他捕捉到的信息是这样子 所以他一展现出来的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怪怪的 那他以为那个就是禅宗了 因为他捕捉到 这是从他个人的角度 那如果再加上他自己本身他喜欢搞古搞怪的话 那就更惨了 所以这个棒喝的话呢 就有这样子的一种作用在里面 他能够阻合这些东西 那么现在这个棒喝不见掉了 那些祖师也不在了 应该也不能够跑来跑去的 那现在怎么办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底下的话呢 有些为了佛教 不希望佛教变成是很乱的 一团糟的 这些出家人的话 那他怎么做 他就开始把那些资料整理出来 把那个早期的那些有整理资料 他就跟他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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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当时整理出来的就是哪一类呢 就是这个 就是有几本包括什么呢 包括辟岩路 还有石门文字禅 还有景的传登路 就是在当时北宋的时候整理出来的 那么当然刚才我忘记讲一点 就是在五代十国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还有经过了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灭佛的运动 就是当时其中的一个灭佛的运动 就是在唐世中的时候灭佛运动 那么这个灭佛运动的话呢 就会造成什么 造成这个 我们刚才讲嘛 你出家的人敢来搞乱跑 你就不敢乱跑了 你就躲起来 那有些甚至被逼到躲到那里去呢 被躲到树林里面去 那国家一动荡的话呢 他就这样子了 那我们回来 就是为了要防止 因为为了要防止说 就是这个 防止这个 禅宗里面的这些不好的这些风气 再加上希望说能够把一些好的一些 比较正统的一些禅法 能够传下去的话呢 就开始有一些出家人 对佛教的这些典记的话呢 进行记录 编辑 就是把它编写 那这个就是文字禅的初步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因素 文字禅 这个 文字禅本来 就是要解决那个 禅门里面的那些歪风 因为那个五代十国造成的那个 禅门中的 不是 就是因为那个整个局势动荡了之后 尤其在五代十国这个阶段 五十多年 那么文字禅的出现的话呢 是可以解决那些歪风的 就是把那个 把这个祖师修行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们去看那个 这个辟岩路还有景德传登路里面的话呢 他就很多那些公案 他就把这些公案全部记载 记载 所以你就通过 就是这些祖师们 他们早期在跑江湖的时候的话呢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你就知道说他们早期是什么 怎么通过这个残疾 就是这种疾风相对的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来学习的 那么 那么 当这个文字禅出现了之后的话呢 文字禅出现了之后的话呢 就 他也同时带动一个问题了 就是 因为你写的文字多了嘛 就 尤其什么呢 尤其在这个 北宋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一个公案就是那个 霸风吹不动 一匹打过江的 你还记得吗 就是苏东坡 这些都是在北宋的时候 很有名的一些文人 尤其是 尤其是这个 你知道这个苏东坡 他们是一门三进士 他的父亲 他还有一个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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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个都是什么 都是近士 那么 苏东坡的话呢 尤其苏东坡的话呢 他跟佛印禅师很熟的 所以我们曾经讲过 那个 一匹打过江的一个故事 就是源自于苏东坡 那么除了苏东坡之外 除了苏东坡之外的话 那当时有一个驸马 叫李迅 这个叫李尊迅 李尊 李尊 这个李尊旭 那么还有当时的这个 有一个宰相 叫王安石 这些都是 在当时很有名的一些 一些这个 一些高官险要 那么当他们这些人学佛 他们的文笔又好 所以就 那个文字禅 本来我们讲是讲说 文字禅是记载那些 那些这个公案 对不对 可是当这些文人开始 开始 学佛了之后 这个文字禅 已经不是 不单单只是局限在 做那些公案的记载了 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而已经变成什么 一大堆的禅师出现了 所以 就变成你在读那些禅师的 那个过程当中 你以为这个就是禅了 所以 所以他的文字禅 前面一个阶段 后面又是什么 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可是如果是修行的角度的话 这个文字禅是不是障碍 它是一个障碍来的 那尤其什么 尤其对于出家人而言 这个文字禅 当然不是讲这些前面的那些 景灯传灯路里的不是 而是这些禅师就是障碍来的 这些禅师障碍来的 所以到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怎么去解决这个文字禅的问题呢 那后面就有一个 在当时的话就有这个 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叫做什么呢 他叫做宋朝的时候 高峰元庙 他就在他的师父的影响底下的话 他就开始 推动什么呢 在开始推动化头禅 那化头禅是什么意思呢 化头禅的话呢 本来我们讲 如果我们讲文字禅的话 就是通过文字来展现佛法 记得我们在读这个六祖坛经的时候 对不对 有没有文字禅 有没有用文字来展现佛法的 有没有 还记得吗 身是菩提素 有没有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佛事 勿失了尘埃 是不是文字禅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了尘埃 是不是文字禅来的 这些都是文字禅的一些早期的一个展现方式 可是因为在当时的话呢 他不把这些当成是文字禅 不把这些当成是文字禅 因为是少 就是当时只是变成一个典范 一个典范 那么 到了 那么 当这些文字禅 他变成是禅师了之后的话呢 就 就 对于佛门来讲的话呢 他如果要让佛法继续再弘扬下去的话呢 这些文字禅是不行的 所以他需要什么呢 他需要方法 那什么方法 话头禅就进来了 那话头 什么叫话头呢 有讲语 你们看讲语 那话头本来就是说 如果你讲话头的话呢 在话呢就是 话 话头就是一句话的意思 那么古代人讲话的话 那每次喜欢后面加一个头 对不对 我们讲木 木就是木了 可是他后面就加一个头 木 头 就是一个头 那话呢 话就是一句话 可是他后面又加了一个字 就是头 变成话头 那 这个话头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 事实上话头前面还有多个字 叫做参话头 就是你就抱死这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呢 就去研究这句话 比如说在早期的 早期里面在 现在这个参话头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宋朝的时候 那么在赵州的那个时候 我们在读传心法药的时候的话 那实际上我们就提到了 黄波禅师提起什么呢 他曾经提出说 这个赵州 赵州是在唐朝的时候 的一个禅师来的 赵州禅师就叫人家 参一个无字 叫人家参一个无字 所以参话头如果你说是在宋朝 有事实上在唐朝的时候 赵州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了 就叫人家参一个无字 那什么叫参 参呢就是参究的意思 就是你去对那个文字的话呢 一直在探讨 一直在探讨 所以这个 比如说我们讲 早期在参话头的时候的话呢 他就他会跟你讲脱死尸的是谁 他要你去对这句话去探讨 一直让你的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胡思 如果你没有经过训练的话 你的心就胡思乱想 所以他就给你一句话 让你的心集中 集中了之后呢你就去讲 你就去探讨 脱死尸的是谁 让你的心一直集中在 集中在这句话里面 一直在问你自己 脱死尸的是谁 脱死尸是谁 那你这句话 你问久了之后的话 你会进入一个状态 请问什么状态 你会进入什么状态 脱死尸的是谁 你会进入一个什么状态 你想什么你都 你除了这句话 那其他的东西的话呢 他来干扰你 你都 只要跟这句话没有关系的 你都不要他 那你就剩下这句话 那你就一直在问你自己 脱死尸的是谁 脱死尸的是谁 问到后面你会是 你知道你会 你会进入一种什么状态吗 你就会问你自己 什么是死尸 死尸是死哪一个 死尸指的是什么 死尸指的就是你这个身体 那什么东西在拖着你这个身体在走 你的决性在拖着你这个身体在走 所以拖死尸的是谁 拖死尸的就是你的决性 也就是你的福性 所以他就通过这样子的一句话 这个叫做餐 拖死尸的视线 你就这样子餐餐餐餐餐餐 你看禅宗你就知道中国人很聪明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的这套方法是什么 自己发明的 如果你从早期的那个经典里面的话 你看不到这样子的一种修法 他就是通过 当然早期当然就是盲修瞎练 这样子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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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是沒有受到弘揚的 因為其中最大 給他造成最大障礙的就是不敬觀 那麼在沒有方法的情況底下的話 除了打坐之外 打坐的話是最簡單的 就是出入戲 一般都是這樣子 就算是佛法不傳進來 中國人 中國的道家本身也會這一套東西的 我們在看這個莊子看老子的時候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可是你說道後面的話 這個托使師的是誰 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這樣子被研究出來的話 這個是靠什麼 這靠中國人的智慧 所以你說禪宗是誰傳過來的 達摩祖師傳過來嗎 不是 可是你又不得不講說 他是達摩祖師傳過來的 為什麼 因為他需要有那個正統性 如果你說這個禪宗 不是達摩祖師傳過來的 那就是你表示什麼 表示你是亂亂學的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他就跟你講 達摩祖師從印度 他是二十八祖 來到中國的時候的話 達摩祖師是在什麼時代呢 就是南北朝的時候 來到中國 他遇到了誰 遇到了梁武帝 對不對 所以又衍生出那個公案出來 那到底他有沒有見過梁武帝 有嗎 達摩祖師也沒有見過梁武帝 正史裡面沒有 知道什麼叫正史嗎 就是梁朝裡面的那些正史裡面 沒有記載說 達摩祖師見過梁武帝 沒有這一段 那只有在什麼部分 就在野史裡面 野史裡面有講到達摩祖師去見梁武帝 然後我們佛教用的都是什麼 都是野史 那不是正史 明白嗎 所以他就符合了 就是這套傳法是誰傳過來的 就是達摩祖師傳到中國來的 那可是我們達摩祖師 安心法門我們讀過了 二路世行我們也讀過了 達摩祖師那個菩提達摩祖師還有什麼 二路世行讀過了 那個安心法門讀過 還有幾部論我們都讀過了 裡面有跟你講到這些東西嗎 又教你怎麼摻花頭嗎 沒有 有跟你講到禪宗的這些東西嗎 沒有 他跟你講什麼 面壁 有沒有 達摩面壁 為什麼達摩祖師叫的是面壁 因為他修的是拒絕脫的 修法來的 所以會解脫那一塊的話 達摩祖師是沒有傳下來的 所以到來沒有達摩祖師沒有傳下來 二祖有嗎 也沒有 你看那個公案你也知道 達摩祖師傳二祖 安心法門 你也知道那個公案 跟後期馬祖這邊的公案是沒得比的 到三祖也沒有 四祖也沒有 到五祖轟人大師 罪上成論 也沒有講到有關於那些季風 禪宗的那些公案 那些季風很鋒利的那個部分 也沒有 只是到了什麼呢 到了六祖就有一點點 所以你會發現到很多的這些修法的話 很禪重的這些修法呢 是自己修行人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探討之後的話 發現出來的 就是發現 就是通過這套修法 就是通過修行的話 慢慢去把這個修法慢慢去整理 就包括參話頭也是一樣 就讓他的心慢慢集中 總之讓你的心集中了之後的話 就對這個覺醒 就發現了這個覺醒 那麼再對這個覺醒的話 進一步去探討 那我們這個身體 到後來這個身體是什麼 這個身體像死屍這樣子 每天這個覺醒拖著這個身體走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你要拖 所以你要參到什麼 你要參到拖死屍是誰 拖到後一天 有這種感覺了 好像每天真的是 每天都是 我們的這個身體是被你拖著走的 那請問這個身體是越來越好 還是越來越壞 所以佛就跟你講什麼呢 苦 就跟你講苦 所以這個參話頭的這個修法 它就解決了什麼問題 它就解決了文字禪的問題 解決了文字禪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說一個 一個有了方法之後的話 有了方法之後 當它沒有方法的時候的話 你就很慘了 這些佛弟子 包括那些出家也好 再家也好的話 你就沒有方向 所以當禪師出現 那些把做師當成是修行的話 那基本上就表示什麼呢 表示禪宗那個時候的 已經是沒落了 沒落了之後的話呢這些 早期是文字禪 到後面的話這些禪師的出現 那麼要解決這個禪師出現了之後 解決這個禪師 所帶來的這些問題的話呢 就需要有方法 所以當時的話呢 就有所謂的話頭禪就出現 就參一個 不然就是乾死絕啦 要不然就是誰念阿彌陀佛啦 阿彌陀佛就好啦 那為什麼要誰念阿彌陀佛 我想請問同學 你念阿彌陀佛跟誰念阿彌陀佛有沒有差別 有沒有差別 你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你念久了之後你會怎樣 你的心就集中 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呢 要嘛一路定 要嘛你就睡覺 因爲什麼 因爲這句話會給你帶來什麼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它會給你帶來什麼 它會讓你的心很活躍呢 還是讓你的心越來越靜 你現在前面加多兩個字 誰念阿彌陀佛 你靜得下來嗎 你靜不下來的 你念念念到後面 為什麼要誰念 到底這個誰念指的是誰 對不對 為什麼要誰念這兩個字在那邊 大家要問你 你會念阿彌陀佛是誰在念 你的身體在念嗎 還是你的心在念 還是你的嘴巴在念 你說你的身體在念 對不對 那死人為什麼不會念 那你說你的心在念 你說你的心在念 你嘴巴不開口他會念嗎 所以到底是誰在念 所以他進入什麼 他會進入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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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做 在禪宗裡面 叫做進入一種疑情 你就 疑情 懷疑的疑 事實上就是你活在什麼 你就活在你的正念的那種狀態裡面 在探討這個問題 在探討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文字禪的 對不起 這個就是這個話頭禪的作用 因為已經有方法出來了 那麼本來如果你說 就因為有這個話頭禪 降得下來之後的話 你繼續再弘扬的話 禪宗是不是又再起來了 他又再起來了 他也可以再起來了 可是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接下來又動亂了 所以唐宋朝之後是什麼朝代 元朝了蒙古族入清 所以這個話頭禪的話 他弘扬的時間段也是很短 你這個話頭禪的話 在很短裡面 這個國家又動亂了 又進入到蒙古 元朝就是蒙古 那蒙古人信奉的是什麼教呢 蒙古人信奉的是喇嘛教 當然我們後期叫做藏傳佛教 那麼藏傳佛教的話 當這個藏傳佛教信身的時候的話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佛教信身的 可是它畢竟不是華人的文化 畢竟不是華人的文化 那麼禪宗的話 蒙古人怎麼可能會禪宗呢 因為裡面有太多華人的這些因素在裡面 華人的文化的因素在裡面的 所以蒙古呢 蒙古的元朝呢 元朝取代了宋朝之後的話呢 這個話頭禪就不見掉了 所以 那麼 當這個 當這個話頭禪它沒有辦法再延續下去之後 我們看 早期是季風伶俐的 那個時候佛教的信聖期200年 之後的話呢 進入到文字禪 文字禪之後的話呢 進入到華頭禪 那華頭禪到後面的話呢 它進入到一個階段 那什麼階段 這個跟朝代有關係的 宋元朝之後的話呢 就是明朝了 在明朝的話呢 又是華人來治理天下的時候 那麼明朝的話呢 曾經出現過一個很短暫的一個 佛教信聖的一個階段 幾十年 可是 所以在當時明朝的話呢 有明末四大高僧 有聽說過嗎 明末四大高僧 你們的講義裡面有 明末四大高僧 裡面呢 這四個高僧裡面的話呢 就有廉慈 廉慈大師 還有子博大師 漢山大師 還有偶義大師 這四個 那麼這四個裡面的話呢 只有子博 禪師呢 是禪宗的 只有他是子博 對不起 只有子博禪師跟漢山大師是禪宗的 那麼另外兩個呢 臨慈大師跟偶義大師呢 這也是什麼 是淨圖的 那麼臨慈大師的話呢 雖然有修禪宗 可是 我們在教那個 十牛圖的時候 普名十牛圖的那個序文 就是臨慈大師寫的 就是臨慈大師寫的 那麼 在明末的時候的話呢 才出現兩個學禪宗的 明朝多少年啊 明朝接近三百年 明朝接近三百年 才出現四大高僧 我請問你是多還是少 我們剛才講過了 單單馬祖 坐下的話呢 就有多少個 就有143個弟子 德法弟子 那麼現在是明末啊 就在明朝的那個時候的話呢 接近三百年的這個 時間段裡面的話呢 才出現四個 那我想請問同學們 這個時候的 這個時候的 我們不要講禪宗啊 那佛教根本就是 屬於什麼 很沒落的 非常沒落的 如果你想說 三百多年 那麼中國的人口那麼多 出家人也比較多 他才出現四個 多還是少 是非常非常的少 是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佛教的話呢 是屬於在 沒落的情況底下啦 那麼 在沒落的情況底下的話呢 你又要弘揚的話 那 要不要用最簡單的方法最好 什麼方法最好 啊 念佛就好了 會不會念 念佛 所以他每一個 他一個東西出現的話 都有他一定的因素在裡面的 所以當佛教很興盛 八達宗派很興盛的時候的話呢 淨土宗呢是 排在後面後面的 可是當其他的宗派 因為他沒有去延續 就是整個局勢動盪的時候的話 尤其禪宗 因為到了後面的話 就是稱叫禪宗跟淨土宗了 那麼 禪宗是因為他的實用性 那淨土宗是因為什麼 他的 比較容易去學習 比較容易讓人家接受 因為他的淨土的思想 一般上比較簡單 那麼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呢 如果 如果你還希望禪宗能夠 弘揚下去的話 你要怎麼做 你要不要跟人家合作 你要找誰合作 你要找誰合作 你要不要跟淨土宗合作 你為什麼要跟他合作 為什麼禪宗要跟淨土宗合作 講禪淨雙修 為什麼 你不合作的話 你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所以不是說禪淨雙修好不好 為什麼要禪淨雙修 是你要讓這個禪宗 有辦法再延續下去的話 如果你不跟人家合作的話 你跟他連禪宗都沒有 你現在至少禪淨雙修 還有剩下什麼 還有沒有禪宗啊 有 不過跟淨土呢 就是要合在一起 所以 這個現象也傳遞出什麼訊息啊 禪宗基本上就是完蛋了 就這樣子 明白嗎 所以禪淨雙修出現的時候的話 那基本上禪宗已經是沒得看了 那麼當然他到了後面的話呢 就是進入到一個階段就是什麼呢 就是沒落期 沒落期呢就是 沒落期呢 第五階段的沒落期呢就是元朝 元朝 這個沒落期的話呢 我把它歸得很長 就是元朝 明朝 那麼還有進入到元明 那麼進入到清朝 清朝 那麼還有到那個 到蒙古 對不起 到這個民國 到民國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 沒落期 那為什麼說它是沒落期呢 我們來看回禪宗 在當時禪宗很有名的是什麼呢 就很有名的一個禪師叫 虛音老和尚 聽說過嗎 虛音老和尚在佛門裡面是少數的 活到一百二十歲的 另外一個是誰 就是趙周大師 虛音老和尚的話呢就是另外一個 活到一百二十歲 唐朝的趙周大師 也是活到一百二十歲 那麼虛音老和尚也是活到一百二十歲 那麼虛音老和尚的話呢 他在晚年的時候 虛音老和尚 他經過什麼呢 他經過 他經過了五帝四朝 就是清朝的五個皇帝 他經過了 那麼還有四個朝代 就是滿清 太平天國 中華民國 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經過了五帝四朝 四個朝代 他一百二十歲 那麼呢 他到後面 晚年的時候的話 他就承接了五個宗派 就是靈濟 瑋陽 法眼 雲門 草洞 就是五家的這個法脈 五家沒有去宗 就借了五家的這個法脈 所以一個人借五家 是虛音老和尚厲害還是沒有人 一個人借五家 你說現在很多廟給我管 那就是要把我管死 是我很厲害嗎 不是我很厲害 是因為 如果啦 你真正你去做的話 你一個地方一個道場 你去弘洋的話 你去弘化 做這個弘化的工作的話 一個道場你就紅花到臉輕輕了 你現在那麼多間給你去 人家很需要你 那表示什麼 表示真的是人才太少了 所以虛音老和尚 他一個人借了五家 基本上就跟你講 當時的這個禪宗 基本上已經算是 人才凋零了 人才凋零了 那麼 這個 我們所所歲歲 基本上就是禪宗 從禪宗到五個階段 他的這個 醞釀期 那麼成長期 那麼信聖期 那麼還有就是 進入到這個 這個 演化期 就是五家期中 演化到五家 進入到 從五家演化到五家期中 到後面的沒落期 這五個時間段 那麼我之所以這樣子分的話 我主要是要把那個 信聖期把它突顯出來 就是那兩百年的 這個唐朝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信聖期把它突顯出來 那我就依這兩百年呢 我就收集了 當時這兩百年裡面的 相關的公案 那 我大概收集了三百多篇 三百多則公案 在這兩本書裡面 這個就是我這樣子編排的一個目的 那麼 當然 當我們講到禪宗的時候的話 我們一定要講什麼呢 禪宗如果你不談公案可以嗎 不可以的 禪宗如果你不談公案的話 你就基本上 你就不是在講禪宗了 禪 因為禪宗的精華就是在公案 為什麼禪宗的精華在公案呢 因為這個 因為真正禪宗之所以被稱為禪宗 主要是因為什麼 主要是因為禪 那麼這個禪宗在哪裡呢 這個禪宗是在公案裡面的 所以如果你不去談公案的話 你就看不到禪宗了 你就看不到禪宗了 就是我們剛才講過了 為什麼馬祖大師在隱風常識 推著車子的時候的話 他要伸出一隻腳 好 那麼隱風禪宗教他把腳塑起來 馬祖大師講說 我已經伸出去的腳 不再塑起來了 那隱風禪宗講說 我的車子往前走了 我不會往後退的 裡面帶有禪宗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不談公案的話 你就帶不出禪宗 你就帶不出禪宗 那你帶不出禪宗的話 請問他是禪宗嗎 所以他就不是禪宗了 因為禪宗是源自於什麼 源自於禪宗 這個是什麼呢 這段文是出自哪裡呢 是出自宋朝的時候 有一個皇帝 有一個皇帝 那麼他問 他有一個皇帝他在問 他在問這個 什麼是禪 什麼是禪的時候的話呢 這個是在哪裡呢 這是在佛海蝦唐禪師廣錄裡面 那麼因為這個皇帝問 他就問他 他就問他這個相關於禪的 那麼他就 這個禪師就回禪他 禪者禪雞 多名格外之雞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這段嗎 所謂的禪 那麼這段文是出在哪裡呢 在宋朝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從這邊上來看的話 就是就可以知道說 禪宗之所以被稱為禪宗 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皇帝問了之後 所以後面的話 禪宗就被稱之為 禪宗就從中門被稱之為禪宗了 從中門改成禪門或者是禪宗了 那我們回來 禪宗一定要談公案 因為公案裡面有禪 禪 禪裡面一些風力的一些 疾風裡面的話呢 就能夠展現出什麼呢 能夠展現出 它就展現出 逼渣的作用 逼渣就是在逼 好像剛才我們舉的那個例子 馬祖的話呢 馬祖的話呢 就把那個腳伸出來 那車子往前走 這個是不是逼啊 請問誰佔優勢 馬祖佔優勢 還是馬祖的徒弟佔優勢啊 我用腳 你用車 請問誰佔優勢 你要不要拼一下 你用腳 我用車 當然腳一定完蛋的 可是馬祖呢 就大膽的把腳伸出來 他的弟子呢 大膽的把車子往前撵了過去 結果馬祖大師的腳受傷了 就是硬碰硬了 這樣子的硬碰硬 那麼這樣子逼了之後的話呢 就到後面的話呢 就 這樣逼了做什麼 當他逼了之後的話呢 你就回到最原始的一點 在面對壓力了之後的話呢 我們有一句話叫什麼呢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儒家有一句話 君子固窮 小人窮思濫矣 有沒有聽說過 有沒有聽說過這樣子的一句話 君子固窮 小人窮思濫矣 就是說儒家 儒家他這樣講 他說 做一個君子 他說一個君子的話 當你面對到貧窮的時候的話 你還是有你自己的原則 你做人的原則 可是小人的話呢 當他窮了之後的話呢 你就發現他沒有原則了 什麼事情都亂來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回來一點就是 你說你是修行人 在面對壓力的情況底下 請問你還是不是修行人 你像你的腳受傷了 請問你還是不是修行人 就這麼簡單而已 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對不對 可是這個是很實際的一種考核來的 所以你問你自己 你現在修得好嗎 你現在修得好嗎 修得好啊 你看坐在那邊 什麼事情嚕嚕不動對不對 霸風吹不動 端錯止清廉 那你修得不好 可是我想請問你一下 當面對警戒的時候的話 你能不能夠像現在這麼好 能夠嗎 如果還能夠 表示什麼 你修得好不好 Very good 對不對 你會面對到這種考驗 所以當你的腳被碾傷的時候的話 你的內心裡面 對這件事情你是怎麼反應的 你要不要清楚 你可以騙人啊 明白嗎 你可以騙人啊 我沒有事情的 我沒有事情的 你看我修得很好 我沒有事情的 騙人可以 可是你請問你可以騙得了你自己嗎 你騙不了你自己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有功夫沒有功夫 你自己本身很清楚 對不對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所以我們講坦承 你對自己 我們海應的四大原則裡面講坦承 你外表可以裝作很修行 可是你永遠騙不了你自己 反過來講 如果你有辦法騙你自己呢 如果你有辦法騙你自己呢 就是說你還能夠有辦法騙你自己說 你修得很好呢 你還有辦法騙你自己說 你自己修得很好 什麼意思 實際上你也不用修了 因為你連你自己都騙 你就不用修了嘛 對不對 修得那麼辛苦做什麼 就不用修了 那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殘疾 殘疾跟公案的話呢 是 殘疾跟公案的話呢 是一體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 當你講到禪宗的時候的話 那一定要先 一定要講公案 那麼 如果你講到禪宗 你沒有講公案的話呢 你就沒有辦法 看到 公案裡面的殘疾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麼 當你在面對到這些殘疾 你面對到這些逼渣的時候的話 你才知道你的內心的反應 剛才我所講的 你內心的反應 那這個反應裡面的話呢 你就要去推敲 這個是因為逼渣嘛 逼渣 逼渣了之後的話呢 你就要去問你自己 你的心是處在什麼樣的一種狀態 在被逼的時候的話呢 一般上什麼行為生出來 一般上是兩種行為生出來 要不是貪就是撐 就是這兩種 基本上就是這兩種 那因為你知道了之後的話呢 如果你知道 你不貪 你也不撐 那過程當中的話 你都清清楚楚 請問這個是什麼心 那個是什麼心 那個就是不貪 不撐 的解脫心 那反過來講 他沒有解脫心 他就是另外一面 他就是貪跟撐的煩惱心 所以B重要不重要 重要 所以這個B的話呢 就是禅宗的一個特色來的 禅宗的這個特色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修到那麼辛苦來做什麼 因為他只是四千給你訓練而已 為什麼要這樣子 為什麼要給你訓練呢 我請問大家 我們的生命 是不是每天都在B啊 你們B嗎 沒有B 沒有B你戴那個口罩幹嘛 是不是被B啊 你被B我被B 你B在那邊我被關在這邊 對不對 大家都被B對不對 被B 被B了之後的話 你怎麼反應 你回下去想 這一年你是怎麼過的 你這一年你是怎麼過的 你被B了之後 你是怎麼過的 好不好 你去想一下 這一年你被B了之後 你是怎麼過的 那你是心是出於什麼心 如果你沒有被B的話呢 你知道你修到怎麼樣嗎 原則上你不是很清楚 可是被B了之後的話呢 實際上這個B的話呢 就是在什麼呢 就是這段時間最好是在什麼 就是在考你的功力 在考你的功力 你修到哪裡 你修出了什麼東西 在這一個 因為它這個B為什麼呢 它是一直來的 一直來的一直來的 你真的好嗎 所以它是好還是不好 所以佛講什麼 苦 它已經不是好 也不是不好 而是什麼 既然活在這個世間的話呢 它就是苦 在面對苦的時候的話呢 你就是要回來 那我們 下一次的話呢 就通過那些公案 公案的話呢 我們就一步一步來分析 來分析這些佛法的東西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對 再次選擇 兩名為 店長 就連下 五名 二名 就連下 一名 沒有 就是 一個